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5月1號凌晨2點10分 廣東龍梅高速公路開往福建的方向 突然攤方形成了長達18公尺寬54平大小的破洞 讓48人S30多人受傷 而昨天中國的熱搜排行榜冠軍是 聖上向廣大勞動群眾致以節日祝賀 第二名是央視的五一晚會 第三名才是這場悲劇 當然,這場悲劇也曾經一度短暫的上過熱搜第一名 但不管如何,聖上的祝賀一定要自頂 中共陸陸續續派出了500多人去救災 但是在抖音上有一個叫做貓貓的女孩 發了全家圖求助 問有沒有人在高速上看見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至今都沒回我店 是不是開往這條高速公路發生了這場憾事呢? 於是這條影片被轉發了1.3萬次 按讚次數高達3.1萬 但隨時而來的是女孩的留言一條條的在減少 什麼原因在減少呢? 肯定是台獨勢力入侵去刪他留言的對吧? 最後影片都被下架了 肯定是美國的Youtuber去干擾抖音 讓抖音去下架的對不對? 那請問這就是中共的救災嗎? 雖然央視啊還有一些中國的主流大媒體有報導 對你報導的是一回事 但你私下為什麼要去禁止人家找自己的家人 我非常不瞭解啦對吧? 當初李文亮你們中國的央視也是有報導 但事實上你們是怎麼對李文亮呢? 而這個就是花蓮災民心心念念的那個中國 而導致路線攤坊的原因是廣東地區 連續這一兩個禮拜不間斷的下暴雨對不對? 那中共他們就說這是下雨造成潑體攤坊 而這條高速公路在去年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那去年2023年是高速公路上方的山體滑坡 壓到下方的高速公路 而這一次是高速公路下方的土質流失導致貪坊 非常的可怕 而這條高速公路是2014年新建的 至今10年都不到 發生了兩次 我們還可以從前面提到的抖音上的下架影片啊 有黨支部控制的微博 商事喜辦 微博前兩個勒搜都是正能量的消息對不對? 而聖上不聞不聞 從去年的多州水災、霸州水災開始啊 沒有第一時間甚至第二時間都沒有下鄉的去視察過 是過了三個多月已經退水了 清理乾淨了 你才跑去那邊啊 多州人民你們幸不幸福啊 東北當時也是重災區 對吧?東北你也沒去探望過 那前些日子 廣東大暴雨造成多村滅頂 誒至今還有一些村落是被淹的 等一下可以帶大家看一些影片 還是很誇張的 真的是滅頂啦 結果那個時候的你跑去重慶考察 現在廣東又發生了漢市 你持續消失 哪怕你開個記者會露面表達關心 誒你都沒有啊 連裝都不裝了 反正你也不是民選的 你不用對人民負責啊 你只要對人大政協投給你票的那些人啊 負責就好了 連以前的胡錦濤、江澤民啊 雖然他們也是中共的這個大魔頭 但他們起碼還懂得下場 扛米給攝影機拍啊 對不對? 因為小粉說民主國家的領導都很愛作秀 啊對啊 全世界的領導在這樣的觀點下都在作秀 但是一個吹牛V扛兩百斤麥子的那個人 他連作秀都不願意作秀 一個有槍桿子絕對權力的人 他連林跟宇宙格秀都不願意了 那你期待他還為人民做些什麼呢? 還是說把你們推去台海當第一波飼料 你們才比較爽 因為福建號同天也是下海測試了嘛 對吧? 結果好多國外的軍事專家就說 啊?確定要拿這個跟美國評比嗎? 這個不可同日而語啊 要怎麼評比啊 對不對? 反觀花蓮地震造成了18人的S 蔡英文與未來的準政副總統 都第一時間來到花蓮視察 真的在槍桿子的國家 大家當官好爽 躺著玩淹著玩都可以繼續連任 繼續有好幾里的粉紅支持你 我從來不見說要兩岸一家親的國民黨 說兩岸都是中國人的國民黨 關心過受難的中國人民 也沒見過他們監督國民黨認為的 中華民國大陸領土淪陷區上面的人民 過得好不好 有沒有遇到政治迫害 受災的時候有沒有得到正常的補助 或是幫忙呢? 因為你說的嘛那是你的領土對吧? 而你也說的民間要交流兩岸一家親 但我從來沒見過你關心過他們的民間 結果你還跑去找破壞中國人的中共求和 什麼要組合屋啊 要一些開放一些什麼鬼的 所以你別再打著什麼兩岸一家親的口號啊 你應該改為國共一家親兩黨一家親 共同奴役中國人跟台灣人民 不然這次六四競爭日你們國民黨想要派誰去自由廣場參加呢? 去年我沒看到你們有人來喔 我們參加的是支持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覺醒 以及身為人應該要支持的事物 雖然這個8964啊 很大程度上是這個黨內鬥爭 但是那次的黨內鬥爭卻帶來了民主的運動 而民主的運動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慢慢覺醒 當然我們都不知道如果8964成功了後續會怎麼發展 但總比現在好 所以你國民黨主打的兩岸一家親 大陸人跟台灣人都是中國人的理念之下 你更應該來參加啊 福昆奇啊 你們準備好去天安門紀念8964了嗎? 給我們所謂的兩岸同胞看看 民間一家親了嗎? 你不是說你很牛逼都可以跟中共對談嗎? 去吧 所以可見你們打的這個兩岸一家親就是假議題 你台灣人民可以放棄權運犧牲給中共之外 你所謂的大陸人民你也好不關心啊 因為你只關心所謂的大陸權貴 對吧? 那不然這些底層我從來不見你們關係過 而台灣在2010年4月25號的國道3號 高速公路上也發生了 上方山體滑坡掉落在路面上 造成了4人的A死 而那一次啊新聞啊 政論節目啊 哇連續報了將近有半個月一個月之9號 都在檢討都在批判 而當時的報告顯示啊 最大的原因在於穩定波偏的地毛生鏽斷裂而導致的 因此在這件事情過後啊 高速公路展開國道偏坡的這個全面檢查 建立了坡邊跟地毛分接制度 同時啊也把國道2500多號的坡道資訊啊 導入科技監視系統 就是希望強化周邊的安全性 而地質法也是在這件事件之後 於同年的年底加快通過 反而是中共強調的強大基建 事後啊這個檢討的聲浪啊 真的是不如預期啊 而這種低下品質爛尾樓啊 很差的這個建築工程啊 一在上 當然你這樣幹才能擁有錢對吧 你又能拉升一次CPI跟GDP的 當然怎麼每次下暴雨啊 大颱風來 你那個都是滿水位的呢 邊暴雨邊下雨邊颱風邊洩洪 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你不想要浪費那個儲電量對吧 你想要繼續賣錢給民眾 而這些造成的水災損失啊 天災損失啊 又可以讓你就搞一波基礎建設 又可以讓中央跟地方撥一堆錢下來 給你地方官員貪對不對 然後你又可以把這些錢拿下去 喔我在蓋新的路 我在蓋什麼 然後呢 我這個地方 我這個省的GDP啊 又拉升了 然後所以呢 中國今年的GDP成長了五六八 就是這樣來的嘛 而中國廣東廣西 長沙河北等地 持續出現 詭異天氣 譬如說什麼大中午突然變大黑夜 冰雹龍捲風 八到十幾的強風暴雨 深圳也出現了一千多次的閃電啊 一天 那這些通通發生在五月一號的中國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畫面 確實啊 大自然的力量也是蠻可怕的 你看還在煙耶 還在煙耶 煙成這樣耶 一樓都快滅頂了呢 你看 你看 你看這個龍捲風 狂風到了 它組合屋哪去了 哦 捐給花蓮人了 哇你看這個 這個不輸 我都真的以為是颱風了 一個勞動者的節日 這個冰雹 但是這場冰雹把我們的房頂 連同我們的勞動成果 全部紮得千闖百口 這場狂風咒語 只取消了十分鐘 但這十分鐘 救助也讓我們大半年的勞動 付諸一句 你看它 不輔助的話 它怕窗戶都吹 吹壞了 哇 龍捲風 往陸地上走了 你真的打破我的認知 澳門也是啊 我們今天也要會笑冰火 這不是我耶 安娜太可怕了吧 哇 窗戶又被砸破了 哇靠 喊成煙 哇這個也是煙得很誇張耶 哇 哇 小弟啊你看看 三隻股猴 中國好多地方突然來個 狂風暴雨 來個颱風 真的就會煙到什麼 一樓二樓滅頂 對不對 台灣這幾天也是 尤其是南部地區啊 也是連降暴雨 頂多腳踝吧 而且水很快就退了吧 還是有很多舔共台灣人說 中國很棒 中國怎樣 但是你們從來不看中國裡面 深層的那些下水道工程啊 分紅道啊 然後這個社會福利啊 表面上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你覺得花蓮人看得到這些嗎 花蓮人看不到啦 說不定大家以為這是抹黑的影片 這是60年前的中國啦 齁 那影片的最後啊 昨天國民黨不是說要把中國改為大陸 結果今天啊 中國國民黨在Google的地圖上啊 黨部都變成大陸國民黨 大快人心啊 這就是你們大陸國民黨應得的啦 中國文化大學應該要叫做大陸文化大學 大陸科技大學 大陸醫藥大學 中國信託應該要叫做大陸信託 中非共和國應該要叫大非共和路 中華民國應該要證明為大華民路 這個大陸人壽啊 大陸時報啊 中國電視要改為大陸電視啊 中K要改為大天啊 大陸港鐵 那昨天這個崑奇兄啊 也說台灣應該要改為台灣地區諸如此類的 所以像譬如說台灣藝術大學應該要叫台灣地區藝術大學啊 台灣銀行應該要叫做台灣地區銀行啊 台大英文要叫做台灣地區大英 台灣地區啤酒 台灣Bear 太暖心了喔 非常的有創意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再見了 掰 好啦 parked 一看